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战报 男子B组小组在收关站下午4点开打 那今年1月宣布退出国家队 成为自由人的李子佳 在第一场男单赛当中迎战日本代表秦野路 最终不负众望以2比1逆转胜淘汰对手 李子佳开打第一局表现不如预期 一度以0比2 3比8落后 虽然后来一口气连拿6分 但是还是因为失误频频 结果以15比21丢掉首局 第二局换编之后 李子佳火力全开 以21比6扳回一局 来到决胜局 两人越打越起劲 完全不给彼此翻身的余地 双方比分几度扯平 直到最后一刻 李子佳全力发功 才得以21比15拿下比赛 第二场比赛 世界排名第七的大马头号男双 谢苏组合 谢定峰和苏伟毅 大热导照 30分钟以21比23 21比16直落两局 败给了世界排名第857的日本男双代表 远藤彩斗和武警犹太 而第二单打方面 五国代表爱迪尔迎战日本代表高桥光 时发挥各种战术实力抑制对手 最终以19比21 21比16 21比15成功逆转胜出 第二男双 吴世飞和诺一组丁则对木齐骏太郎以及西田杨耶 两队实力不相上下 个别以21比17拿下第一和第二局之后 最后一局是由大马队以21比17拿下 至于B组最后一场第三男单 有的是梁俊豪对森口杭士郎 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阪神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